李小峰讲述被霸总邻居英雄救美 早在六月份霸总就已经在追求他了 他不是把装修炒到我 帮我把家附近所谓的五星期酒店都预定了 担心他领域感冒时付诸行动 下雨了让我赶紧出来看看 一看你们家更是黑色 但是你车停在楼下 然后我就开着车打算在小区转一圈 果然就碰着了 我这时候才是上下打量了一下霸总的邻居 人家穿着说一说 我脱鞋就出来了 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转眼真是 给你听马上 不得不说 刘凯威不愧是眼霸总出身的 又会了又深情 也难怪李小峰一头就扎进去了 家人员 要是我 是我没有见过世面 还是他太会了